大樓或是公寓住宅发生意外时 最快的火命路线就是找到逃生梯 但如果最安全的地方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可就不得了了 一个瓦斯管线怎么会是在放在逃生梯 逃生梯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 大家要赶快离开这种大樓最快的途径 因为发生事情不能坐电梯 那你怎么会在逃生的过程中 一个瓦斯管线在旁边 那你如果比如说是地震好了 你去起压管线破了 那炸掉吗 那不是在逃生的过程中 就大家都被炸了吗 这么离谱恐怖的设计 就是上市公司上要建设 位在台南北区的地帆内大楼 大家看的是主管 那你看主管面前附屋区就是 支管 那你看它的管 是不是主管 然后撤到这边 对不对 然后从这两个穿到座户的家里面 也就是说它的主管 也就是说它的主管 然后牵牵到这边来 就穿到这边来 瓦斯管线不只沿着逃生梯 还贯穿进住宅内 住户发现后简直吓死了 他们表示当初看上商要地帆内建案主打SRC 结构双制阵 新古典艺术精品宅 101摩天等级港股结构 日本超高楼层 日本超高楼层执政指标 强调是台南首创DoubleSafe精品宅 购买后去年5月收到通知可以燕屋 去年5月中的时候 因为我们就买了房子要燕屋 然后就请了燕屋公司来 燕屋公司它有发现一件事情 说我们的瓦斯管 穿凉的这个状况 那这件事情它有提醒我说 这个东西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其实公司告诉我说 我印象中它告诉我这个都没有关系 这个都会怎么样 我的燕屋的人呢 他自己跑去看楼梯间 然后燕屋的工地 我不记得是 反正就是上药的公墓 好像就很生气 就告诉他说 这个楼梯间你不能看 你没有经过我们的授权 然后所以就不给他看 但是他有一个奇怪 为什么不给他看 所以他就偷偷的 跑过去看一下楼梯间 到底怎么样 就发现瓦斯管在桃生梯 桃生梯装着瓦斯管线 住户担心逃难时 若遇到瓦斯外漏爆炸 那不就更加危险 住户要求减商改善 第一次去全会是因为三十 我在事先 我就有先去公务局 去做 我们有住户去公务局做 反映这个问题 那公务局的真情内容 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不能摄影安全梯内 就我所知道 跟公务局那边做确认 就只有一个方式 就是把他就地合法 医疗管道间 用个东西给他隔起来 让他做个小隔间 但是他的问题点是 他还是在逃生梯的一面 建商想要就地合法 但逐步搬出 内政不法令打脸 依照内政部在民国82年 1月20号的解释 还是提到是说 建筑屋内有天然瓦斯管 或表等设备 不得设置在安全梯内 以维护公共安全 住户三月初将状况 公开分享到脸书 靠北建商2.0 建商当时还在下头表示 会改善处理 但事情经过半个月 住户依旧没收到 建商提出的改善方案 瓦斯管线在楼梯间 到目前为止 瓦斯管线虽然说有给出方案 但是还没有完全实际的动作 之后住户决定向管委会提议 对商药提告申请瑕疵担保 但没想到管委会表示 公共管道部署 管委会所管 所以为提告 住户最后找上商药建设高层 我们已经有跟文汇报告的方案 他们也同意要下去改善 目前跟新南天然气预估的时程 大约要是10天到50天的工作天 如果我们管建会走这一边 走这个公洋的墙旁边 然后转到那边 瓦斯表以后会改到瓦斯武的另外一边 一位不居民的建筑师表示 申请建筑师并没有规定要复审管线配图 业主领得使用执照后 会在跟装置管线单位研绎配置位置 一般人都清楚瓦斯管线不得设置在逃生空间内 这边倒是比较少见 倒是比较少见 因为逃生机器是这个防护区块的 没问题 而针对瓦斯管线设置在逃生机的问题 律师表示住户可以这么做 如果说建筑他不改善的话 那民众他其实可以依照这个 民法上的瑕疵担保责任 来请求建筑来主张这个减少嫁金 或是解除契约 安装这个瓦斯管在安全厅内 如果有致人员伤害或是其他物品的损害的话 另外他也可以依照民法上的侵权行为 还有不完全的几步责任来请求建筑来付这个损害平衡的责任 上腰建设于1979年12月成立 是专业PU合成制造商 2010年才转型投入建筑业 曾获得建筑金师手将和建筑金指奖 这次引起争议的是地板内大楼 地上22层 地下5层 建坪50 58平 要价1600万到2000万 地方中心台南报道